Hello ZV 了! 2019 OSFOR 幕 ZV 我們第一條做的就是這個 第三條 這是GAS來的 它說困住了GAS在TEST TUBE 就是一個TUBE 困住了GAS 外面的 Pressure是P-Lock 裡面的 Pressure是P 雖然是這樣 但液體自由浮動 所以最後P都會對於P-Lock 如果P大於P-Lock 那個液體會Shift Upwork 然後就 直到 Pressure在一樣位置 好了 它浸在熱水道 所以它現在就升起了 液體 那瓶油 裡面的 Pressure 就是P-Lock 外面也是P-Lock OK? Embo Sphere Pressure 十幾五次方P-A 好了 如果我問你怎麼做錯了 好了 第一個 他說Air Coolum 就是困住那堆氣體 困住那堆氣體 就是這堆氣體 裡面這堆氣體 是不是一樣啊? 之前之後是不是一樣啊? 當然是啦 困住了那堆氣體一樣 好了 Women Square Speed 裡面是怎麼樣啊? 那要考慮一下溫度了吧 溫度 即是會不會高一點的 問你Women Square Speed 你想想它熱了的嘛 它浸在熱水道 考慮溫度 好了 其實這是一個公式的 公式就是 EK 等於3RT over ENA 這堆氣體給你的嘛 公開市 是吧 A4 A3還是A4 好了 那就 A3是PV還是NRT A4還是A5 好像是A4 A5是PV 3分1是Nmc2 好了 那就 Women Square Speed 是什麼樣啊? EK其實是說一粒的平均動能 一粒就是二分之m2 m2 V是Women Square Value 注意這一點 好了 所以其實呢 V的Women Square Value 其實是跟 開方T是正比的 即是把開方過去的時候 跟開方T是正比的 行不行 好了 所以溫度越高 Women Square Speed 越高 對的 這個關係要知道的 行不行 無論mcLonger也有機會用到這個關係 正比於開方T 好了 C啦 他說那些液體呢 撞擊 多點次數喔 那就不對的 因為呢 你最終 裡面那個Pleasure呢 P呢 最終會等於Plock 所以呢 就是unchange的 Pleasure一樣 對了 OK Pleasure一樣是什麼意思啊 它粒子速度快點 Pleasure一樣 所以呢 其實它撞的次數是少了 所以答我呢 都不是 都不是same 真是不好意思 我做這個Solution 都操述了 本身 應該是 Less Orphans 對了 撞少了次數的 空間大了嘛 滴油升了上去 那個Liquid Slag升了上去 對了 它裡面每一粒的粒子 動得快了 但是你導致Pleasure一樣喔 為什麼呢 因為撞的次數少了 所以最後 它衝擊的力是一樣的 Pleasure都是F over A嘛 對了 Total Force一樣 OK Total Force一樣 就 撞每一粒的粒子撞的速度高了 但是它撞的次數少了 所以導致Pleasure會一樣 所以答案是Less Over的 寫了Same 撞對的答案 好了 所以C是錯的 應該是Less 不是More 好了 D那個 Wate 那個Wate Koolham的Wate Liquid Koolham的Wate 一樣 這樣幾樣啦 Wate是MG來的嘛 這裡都沒有轉變 好了 去到第 六條 嘩 這條呢 都拍手掌的 這條很棒的 以前 A-Level都會有Proof 這些公式 他說現在有 有樣東西就是撞的 X撞Y Smooth Surface Y的Initial Speed是0 兩個東西重量都是M 好了 所以撞擊 你有什麼公式呢 就是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M1U1加M2U2的 M1V1加M2V2 所以呢 就會是MU等於MV1加MV2 M一樣 所以弱了它 你可以寫到關係 就是U等於 V1加V 第一條式 OK 第二條式 由於它告訴你 大家知道它是elastic collision 所以呢 它是總動能不變 總動能就是撞之前的總動能 和撞之後的總動能不變 撞之前的總動能是二分之MU2 撞之後的動能就是二分之MV12 加二分之MV22 你不要混合一張V1、V2 你不要混合一張V1、V2 這是兩個Term來的 記住 由於M一樣 弱了之後 所以你得到第二條公式 就是U2 V1、V2、V2、V2 好了 這是二號公式 我將一個公式撞到二號公式 U等於V1加V2 撞下去之後 Square 你也知道 A加BSquare 其實是A Square 加2AB 加BSquare V1加2V1、V2加V2 等於V1、V2加V2 很搞笑 中間的Term 就是2 V1、V2 要等於0 要不然這裏等式就錯了 好了 由於V1、V2等於0 所以V1等於0 或者V2等於0 但是你知道 V2 Y被撞 撞不會0速 撞完都不動 就有Fiction 現在沒有Fiction 故此 我們要Reject V2 所以我得出這個結論 V1必然是0 好了 如果V1是0的話 我放回兒子就知道 V1是0 U等於V1加V2 V1是0 所以呢 V2就等於U 有這個結論 V2等於U 故此答案是C V1是V V1是0 而V2呢 就會遠離它 而且V2也等於U 要知道這個關係 好不OK 這條是教材式題目 好了 我們下一條就是第九條 他說兩架車同一個起點出發 X 好了 經歷了T1、T3、T4不同的時間 問一下你怎樣關係 其實你知道VT圖的Area 等於DISPLACEMENT 那兩架車會不會在哪裏相遇啊 他就問你 好了 看看Area什麼時候一樣 好不容易 那Area 首先 P來講Area 如果我算T這樣算 Area是多少 他兩格乘四格乘二分之一 是不是 那就四格啦 是不是 如果P來講 好了 這個時刻 T2的時刻 那麼Q呢 對了 就會是那個三個人面積啦 是不是 就是二分之一乘兩格乘四都是 都是四格 是不是 好了 Area是一樣的 所以T2是一樣的 好了 去到T4的時候呢 你只要走回頭 V的負數 你都眼見Area是一樣的 所以呢 都是回起點啦 T4的時候 無論P和Q呢 都會回 Position X那裏 是不是 所以呢 T2 就是T4會一樣的 OK T1不一樣的 你看到Area都不一樣的 是吧 Area不一樣的 好了 T3也是啦 Area都不一樣的 是吧 好了 所以 所以答案呢 你必然是AB和D做選擇啦 好了 那什麼時候回到原位呀 那就是T4啦 所以答案是D D4D D4D OK 然後我們去到 第13題 對不起 10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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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高的CG是離地下某個高度 他們的支點是D1距離 不是D2的高度CG 不一定是D2的 不知道多少 我們考慮一下那個TOPPO TOPPO即是反轉 你可以做個實驗的 例如我把一個拆膠 然後我橫推它 哪裏是支點 哪裏是支點 哪裏 你做個實驗都知道 其實 真的不知道 這裏 這裏有個小瘡 哎呀 跌了 不要跌 乖 不跌 不跌 不跌了 我推它 哪裏是支點 你也看到 這裏是支點 下面這個部分 你要推它反轉 拿個穩困一點 我哪裏是支點 這裏推它 是不是 你見到右下角是支點 可以跌 是不是 好了 那 故事是這樣的 行不行 好了 那所以呢 就 對了 你知道這裏是支點 OK 好了 當這裏是支點的時候 那我計算 Torque 好了 那CG呢 Provide的Torque 就是 CG 就是 NT CordWise F Provide的Torque 就是CordWise 好了 那如果這兩個 剛剛好的話呢 那我可以計算F乘D2 因為你的Torque 這個是支點 F F 就是 必定是 F乘D2 成為Prepenticular Distance 是不是 D2 對了 那如果 Wade的Torque呢 那CG 這樣下來呢 這個是支點 W 就會是D Prepenticular Distance 記住 Torque F乘D D呢 要Prepenticular Distance 要留意 好了 所以我得到 D2 所以 剛才那個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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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所以得到的關係呢 就是 FD2 等於WD1 OK嗎 好了 他問你怎樣找到 有什麼Factor 去改 決定到F要多少 好了 行不行 好了 那就是 CG高度 沒有啦 就 不對 對了 因為我就是D1 D1 D2 CG高度 沒有所謂的 其實 沒有這個 我沒有 這個情況來講 沒有所謂的 對了 因為我都是F乘D2 等於WD1 CG的高度 我當叫做H 都不在計算之中的 其實 對了 如果你Torque不熟識呢 你不知道是 那些 D呢 要指 定義 Permindicular Distance 對了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D要Permindicular Distance 這樣 對了 那你就會 錯了 你選了1的了 B加L B加火 這樣會得到多了 好了 那第二呢 就 推力的高度 有沒有關係 那些是D2 對吧 那 weight有沒有關係 那些有 你看 這個公式上 F其實就是WD1 超過D2 就是這樣 OK 有這三個Factor 只是 好了 我們 去到 下一條 下一條呢 是15 這個 好了 拍了一張照片 Wave是向右走的 好了 那你知道啦 這個是Transverse Wave 那些粒子是上下動的 而已 他問你 哪一粒子 對了 哪一粒 現在Wave呢 就是向右走的 我說下一刻呢 那個Wave呢 就會這樣 是吧 所以那個粒子呢 其實 向下動的 一開始向下動的 所以 四分一周期呢 他就會去到最低點 是吧 最低點 就是這樣 四分三周期才去到P 是吧 就是四分三周期呢 才是去到P 那麼 四分一周期呢 就 最低啦 半個周期 就會回到中間 這麼巧 行不行 一粒子上下動的嘛 我們要找到 一開始向下動先 對了 那 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答案是Boy Yes OK 好了 跟著啦 加油加油 快點快點 有一題 有一題公開試考過 這份卷呢 某個程度上 都幾有心機出 好了 反射Wave 那你哪個 可能不可能 好了 那這樣 Water Wave 反射呢 就入射角等於 反射角做完了 是吧 所以呢 左邊呢 左邊是錯的 對了 他入射角不等於反射角 這裡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對嗎 對 等於A6 好了 那右邊呢 右邊怎麼做呢 Circular Wave 記住那個方法 我怕你不記得 公開試試看 那次MC的了 那麼 曾經有個成績 忠相 他都 他打算AIM高一點 但是錯這條 這樣 那個Object呢 你當是一個Object 反射是一個Image OK 即那個Deeper產生 Wave 那個Deeper的真身呢 是Object 那Image呢 就在相同距離 就是你的U 那你的V 但是 但是 反射那塊板的另一邊 出現 好了 那他 Emage那裡 Deeper的Emage那裡 不斷地產生Water Wave 對了 那右邊那些 是Imagory Imagory Part來的 幻想出來的 那所以他真實的Wave呢 呈現了呢 就會是 現在 這個正確的答案了 我就是這樣反射的 OK 所以呢 答案是 Circular那個 正確沒有誤了 OK 對了 其實你有第二個方法的 第二個方法 我都想你知道的 本身 對了 就是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對了 你知道這樣 入射 反射 對了 我當前進方向 就是Water Wave 就是光線的樣子 這個反射 就是Direction of Travel呢 就可以當是光線這樣做 然後反射 就是這樣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好了 跟著我還要畫一個Wave Front 那個Wave Front呢 跟Direction of Travel呢 有90度角的關係 所以就會是 就是這樣 轉藍色 其實 所以就是這樣 90度角的關係 可以看到嗎 所以就會平一點 這個 結果跟下面是沒有分別的 可以不可以 好了 那 我希望跟你解釋一下 解個最Complete的 picture給你的 毒物理 最重要的圖像 對了 配合一遍 那些技巧 就是有時候 要把數字放進去 去處理 好了 那麼 24條 那麼 那個 有個E-Field 形成了 對了 那麼 有些Particle 有顆正Charge 那麼 其實你知道 就是左邊那顆是負 轉圈色 左邊那顆是負 右邊那顆是正的 所以 E-Field會這樣指 OK 跟著 他說有顆 X放些Charge Particle 不知道正是負 好了 那麼 問你必然正確是什麼 好了 如果p放進去 他說 會感受到的力量 會大於 放其他位置 如果 較接近Charge 那麼 那麼 那怎麼看啊 其實你要看一下 那個Electric Force 大不大 你看個FQE 看個E-Field大不大 E-Field E-Field 看看它的密度 如果是Field 密一點 E-Field 就大一點 所以力量就會大一點 好了 那麼 你力量很疏的 你在 X的話 好了 但如果你很近 很近 那顆Charge的時候 E-Field很密的 所以一是正確 好了 二 如果我放X 就不會有E-Field 當然不是啦 當然不是啦 那阿Sir不是喔 他用Field 畫不到 那麼我沒有可能 每一串地方都 畫到線的嘛 我全部都畫了線 你們看不到啦 畫得什麼什麼 對了 其實E-Field 都是 Train那裡找得出來的 它是斜向左上角的 OK 所以有個力 就是斜向左上角了 OK 如果 它是正Charge的 如果X是正Charge的 那麼力就斜向左上角啦 OK 如果X是負Charge的 那麼斜向左下角啦 對啦 就是這樣 因為正Charge就是沿著E-Field的 方向的啦 那個力的話 好了 可以嗎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啊 譬如我平時說 Paleo Plate 我 左邊是 正Charge 右邊是負 那麼我 我都知道E-Field 是由正子去負啦 是不是 E-Field就是這樣指啦 正子去負啦 是不是 那如果 我 放一顆 正Charge下去的時候 對啦 那麼力 都是會 吸到右邊的嘛 是不是 它跟E-Field方向是一樣的 如果我放一顆電子在這裡 它都是吸到左邊的嘛 跟E-Field方向是相反的 那你要牢牢記住這一點的 E-Field方向跟 力的方向呢 就不一定是同一方向的喔 正Charge是同一方向 正Charge是同一方向 相反Charge 即是負Charge呢 就是相反方向 好了 那所以呢 P是有力的 P是錯的 就是 第二是錯啦 一是正確啦 好了 三呢 就 它是不是必然去左邊啦 放在Y那裡 放在Y那裡 當然不是啦 如果我正Charge就向左 是吧 如果我負Charge就向右啦 可以嗎 可以嗎 故事就是這樣發生啦 好了 所以三天初啦 OK 好了 所以答案是A 好了 我們 還有少許題目 我們去三十 二十七題 這份東西 希望我們平均攝裂不同的題目 好好處理它 好了 Charge Chronicle 這個圖呢 射進去之後呢 有個B field 所以它會做Circular Motion 會轉彎啦 那有B啦 有V啦 有T啦 那這裡 有M啦 它問你它 FETA多少 就是這裡牽涉了Circular Motion Long Quack 這些都可以考的 Circular Motion 好了 那這個力是甚麼 BQV Matic Force Matic Force OnCharge Moving Charge 好了 BQV等於NV超過R 倉記到R呢 就等於NV超BQ啦 R是446 446.2 446.2 446.2 好了 那它問你Angular Displacement 問你FETA是多少 那Circular Motion Omega等於FETA除T FETA呢 就等於OmegaT 好了 V等於Omega 所以FETA等於V超過R乘T 好了 V我有 R我都計到了 乘T 所以我督機計到1.41 那可以這樣做 對了 為甚麼要這樣想呢 因為你想想 你計算FETA的時候 你 你 有時間給你 是吧 那你會聯想FETA Omega 那它給你V 那你又要聯想到V就是R Omega 對了 那R沒有 那R現在要計這樣 就是這樣 一步步去處理 好了 不懂就是說你公式不夠熟練 要 記它 那些公式 用回熟一點 好了 就是最後一點點題目了 30題 30題 我有一顆電阻 AC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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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熱 熱力是P P 現在搏D C 又是搏V V 問你的熱力是多少個P 好了 那我們 用回 AC的公式 AC的公式 就是 Min Power 就是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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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P其实就是V2R 因为你开放2,Square了就变成2 现在DC只是值用公式,P就是V2R 所以就会是之前的2倍 之前产生的POWER就是V2R 现在是PP,就是V2R 所以是之前的2倍 所以答案是2P 很容易被公式熬熬的话 你就要写得清楚些 像我这样的PP 好了,去到最后一条 完美终结33 33 X会DK 放了Y Z -4-2就是8α 加1就是β 因为你知道α是42 β是0-1 好了,就记下来 另外232是Mars number 90是Atomic number Mars number 就是Liotron加Proton 的数量 Atomic number就是Proton的数量 逐个要计算 这些选择 通常它 那么浅的题目 差不多要试三小 答案会放后一点 好了 它问你,它是串错字 Making Lumber 好了,串错字 Proton的Lumber Y是多少 就减一下 AdMars number 不用减,直接要阅读 Proton number就是88 Y X就90 少了2 Z Proton number是89 直接讀Atomic number Y就88 少1 多於1 C Nutron number Nutron number就是要把Mars number 減回Atomic number 因为Nutron加Proton 減回Proton Nutron number 所以140 Y来说 228-88 X就是 232-90 142 所以就少了2 答案是 C 不是少4 是少2 OK D的Option Z的就是139 228-89 Nutron number Y是140 0 少1 OK 那就答案是C 好了 希望你每一条都可以順利 处理完它 OK 然後就做多一次你要適合 全部的 行不行 做得到 OK 拜拜 拜拜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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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